特朗普又给美国农民戴高帽,大国的反击开始奏效。 俗话说,您惹哭丧鬼,莫让鬼露笑。当对手笑容满面地赞赏你,往往最危险。 而当对手开始有点气急败坏,则意味着反击奏效,也是胜利的先兆。 当地时间9月18日上午,愤怒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指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影响共和党的选情。 美国总统宣称。 他们正积极地改变我们的选举版图,主要方式就是侵却支持我的农民、农场主和劳工。 但他们并不理解这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人都是爱国者,他们能够理解美国这些年来批占了多少便宜。 他们明白只有我才能终止这种不公平的现象。 如果他们还把农民、劳工和农场主当成目标,将会招致迅速地报复。 赞助商链接。 急助给农民戴高帽,恰恰说明大国的反制措施是有效的。 这是美方的第一个软肋。 彭博社指出,特朗普似乎承认自己的弱点被对手抓住。 如果美国农业受损,农民、农场主会把怒火投向白宫,共和党将受到损害。 而今,共和党其实并没有把握在11月的中期选举里赢得众议院。 即使现在控制到的餐, 议员也只是依靠农业州的支持。 这一微弱优势很可能因为白宫的鲁莽而丧失。 如果不能掌控参众两院,特朗普在剩下两年的总统生涯里几乎肯定会成为跺脚丫。 更危险的是,如果反对党控制了国会,那么特朗普遭到弹劾的几率会直线上升。 赞助商链接 面对内部的忧虑,负责商务的部长罗斯出面安抚,他声称多收的一成费用会分攀到数千种商品之上。 消费者最终不会特别注意到它的存在,简而言之就是无感。 納瓦 在这种类似于自虐的情况。 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就会发现钱袋子漏了洞,而对电路板、路由器等网络设备下手。 很可能令美国失去在第五代移动通讯技术方面的主导地位。 赞助商链接 第二个软肯就是美国民众的承受力。 日媒9月18日则报道称,第三次冲击锅显然首先会让美国人付出代价。 白宫考虑到圣诞购物季的到来,将宝宝以智能手表等商品排除在惩罚清单之外,但相当部分的日常消费品还是被当成了目标。 美银美林集团分析,在购物季里,美国消费者至少会购买500亿美元的商品,以一成来计算。 美国人就要多付50亿美元,约合343亿人民币。 而美国汽车产业也会成为受害者。 因为很多电子器械和金属制成品的价格都会上涨。 更讽刺的是,白宫还从惩罚清单里偷偷拿掉一种战略物资,进一步验证其虚伪与荒谬。 这是美方的第三个软肋。 白宫最初决定把大部分矿产,基本包括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35种矿物。 都当成对华施压的工具。 甚至在7月的第二份清单里也包括了稀土及其化合物、稀土氧化物及氯化物等。 但在9月17日公布的清单里,白宫却悄悄删除了稀土。 说到底, 特朗普还是不敢100%把所有商品都列为打击对象,作为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美国最大的稀土供应方。 从手机、航空发动机、油气钻碳、汽车制造等等都离不开稀土。 赞助商链接。 特朗普选择加剧事态的恶化,让理智的议员怀疑白宫根本没有应对后座力的完整对策。 白宫的手段实际上扭曲了初衷,本来想向对手施压,结果变成了惩罚美国人民。 一些议员敦促白宫采取正常的措施来解决问题,而非升高敌意。 不过,另一种声音认为, 围绕在特朗普身边已经组成一个鹰派联盟,除了要对付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还瞄准了不听话的美国跨国公司,逼迫他们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国内。 可以说, 这次战事的复杂程度已经超乎想象, 但只要方向正确,路程再崎岖也值得一搏。 还是那句话,没见过鬼都怕黑,真撞上邪必须得不信邪。